各位朋友午安 欢迎来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不说你不知道 我是周倩玲 我们常常在电影里面 或者是电视 电视应该比较少 那需要好大的成本 电影里面 不管是中外都会看到 比如说像情报员的故事 女情报员 间谍 女间谍 特务 女特务 他们总是有很多的事情 非常的引人入胜 有时候你觉得说 哎呦 电影那编出来的 到了现实生活当中 还更精彩 我们今天先要看到的是呢 昨天我们在旺报上面 所看到的头版头条的焦点 就是 这个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CIA色诱大陆的国安秘书便捷 大陆国安部副部长的秘书 遭到了色诱便捷的 这样一个消息 有关于情报员的故事 零零总总太多了 太引人入胜了 我们现在看到今天的来宾 资讯媒体人张有华 大家好 还有这个历史学者周健 千玲好 各位观众好 前国安局驻发组长李天夺 千玲大家好 资讯媒体人黄敬平 千玲好 大家晚 敬平先跟我们讲一下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案例吧 这个案例其实是上个礼拜周末 传出来的一个消息 就是今年大概1月到3月当中 中国大陆的一个国安部 也其实相当于我们这种国安局 反正就是搞情报的特工单位 他们有一个这个副部长的秘书 传出竟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与CIA卧底在大陆这个国安部高层身边的一个那个 这个廖北亚负责把这个中共高层核心的一些政治经济战略情报后 这几年来通通pass给这个美国方面 等一下 可是是美国CIA的女间谍对不对 他其实这个是这个秘书据说是男生 是今年大概38岁左右 他是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有一个说法 据说他曾经到美国去留学 因为这样美国留学的背景 他的英文非常的流利 讲得非常好 然后呢 在留学美国的背景这个当中 美国就利用CIA这个管道 然后去吸收了他 然后特别针对他培训他 然后特别做一个专案 非常机密的一个专案 然后等到他学成归国之后 就是好像无间道电影这样子 从美方那个小留学生 中国大陆小留学生到美国留学 就从小栽培 然后从年轻时代到他学生时代 毕业之后回到中国大陆工作 不断的栽培他 因为他有这样国际海归派的一个背景 后来也顺利进入了中国大陆国安部 然后因为表现优异 六年前他开始升任到 中国国安部的一些高层的长官身边 这个开始工作 然后呢 六年前开始担任 中国国安部副部长的一个秘书 也就可以看到中共党政高层 包括胡锦涛也好像 你想到这些什么习近平啊 甚至他的老板赫国强 这些长官的那些 基要的一些情报 或是行程或是公文 他都看得到 这是一个说法 那另外一个说法是说 他六年前开始变成 中国国安部副部长秘书之后 三年前他到大陆的香港地区去出差 然后因为到香港地区出差 他这个今年38岁嘛 然后还是血 虽然不是血气方刚 但是也是那个40岁 以前都算是年轻人 前中年 那在那个情况之下 又年轻人 然后到那边出差 然后好像碰到了 感觉自己好像以为自己有厌遇 没有想到美方的CIA 安插那个女情报人员特工 在那个香港有一个间谍在那边 然后射诱了他 所以是西方人嘛 对 等于是中了西方的美人计 中了CIA这个美人计在香港 然后因为三年前中了这个美人计之后 这三年来 而且又被CIA 透过一些手段拍摄了 然后就是有点 那是办勒索办威胁利用这样他 因为你利用他 你就给他几十万的美金 好几千万新台币的这样一个报酬 他不断的把情报pass给美方 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让他变成上钩 用美人计让他上钩之后 他就没办法 无法治 把越陷越深 把这个情报这三年来不断的提供 据说中国高层 这个中共高层领导人胡锦涛知道之后 非常震怒 下令彻查 到底是哪一个 中国国安部副部长的秘书呢 一开始网路和媒体 这个消息是被封锁的 因为我们知道发生了薄熙来 这个王立军事件 然后好像在斗薄熙来 好像是差不多的时间 对差不多 刚好一到三因为抓了他 然后刚好 这个周永康贺国强 周永康是管公安部 他是公安部部长 贺国强是也是管情报单位的 这个中纪委他这边 那一般人家就讲 是不是在斗周永康跟斗贺国强 那也有人在讲说 不管因为这个 有人传出说国安部副部长 是不是斗了 因为如果要斗他们 是不是那个副部长是在指邱靖 邱靖是谁 邱靖就是在王立军 叛逃到这个中国大陆 四川成都美国总领事馆的里面 王立军指名要邱靖 去把他陪他走 那邱靖他不是属于周永康那个体系 邱靖他是中国国安部的 首席副部长 第一副部长 当时他陪着王立军 走出这个成都美国总领事馆 然后陪着他搭飞机到北军 然后把王立军带到了北京 然后得到了一堆薄熙来的黑资料 然后最后让中共高层 可以去逗那个薄熙来 是一个关键的key man 那有人就在想说是不是邱靖啊 然后角度使走狗碰 然后开始逗完了薄熙来 跟王立军开始搞邱靖 那后来有人在查证了之后 好像不是邱靖 好像是这个第二个副部长 就是首席部长 因为他下面至少有三个副部长 第二个副部长陆中伟 这是陆中伟的一个档案 他2000 就是2011年去年的时候 他在大陆就是开始当国安部副部长 然后曾经是当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然后21世纪委员会的秘书长 洋洋洒洒的经理 包括他是决棒军的一个背景 中国军控学副部长出身了 一路以来都在做一个情报研究官 不论如何 这个案子中国国安部副部长的秘书 竟然被美方CIA安插卧底在身边 这是大陆二十几年来 第一次最严重的一个泄密事件 而且是在1986年 中国大陆当时爆发了一个 中国大陆一个国安部的 这个北美处的处长 他叛逃到美国 告诉美国CIA说 你们CIA有一个高级的情报官 情报分析师是 中国大陆国安部安插了间谍在美方 然后美方就把那个分析师给抓起来了 然后政要法院判决 这个美方的CIA 也被中国大陆卧底的时候 他就在牢里面自杀 那结果后来 这个事件也让中国大陆颜面无关 因为他们的一个 这个北美处的处长 中国国安部的也是高级官员 竟然叛逃到美国 把这个情报告诉了美方 所以这是这十几二十年来 爆发算是蛮严重的一个高层 然后身边的人卧底泄密事件 哇 嗨呀 嗨呀 现在这个卧底泄密便捷都被发现了 不过呢 如果讲到西方的 有关于特务啊 间谍啊 或者情报员的故事 当然流传最久的到现在 应该大家马上会想到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的007 不过呢 友华前几年的 这个李安的电影 色戒 那时候也让大家大开眼界 这个王家之 那个时候不是要去色诱易先生 大家白搞了一场 到最后动了真感情 好了 他让易先生给跑了 易先生把他回头给处死了 所以情报员真的完全不能动真感情就是了 情报员非但不能动真感情 况且情报员不能放下他的身份 所谓放下他的身份 那你尤其是女性情报员 像 我们刚刚讲 像近平刚刚讲的那个 其实在那个这本书里面叫做 中国间谍机关内幕 它里面各位可以看它最后一集 最后一页的跨页 这个跨页就是通通写出来了 最近十年来 那个叛逃的名单 各位看一下 从这个叛逃的名单 大概他们认为三分之一都是被色诱的 三分之一 你看都是在香港出事 像那个中联办的秘书 像包含外交部的朝鲜事务特使 还有国防部外办美大局的局长 徐俊平 叫做徐俊平 各位看一下 全部都有 为五家情报工作 各位看一下 这份名单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最近很多高官被色诱 当然不但是中国大陆 台湾也有了 不过这个里面一定不包括那个 社界里面 那个是真人真事改编的嘛 对不对 郑平卢的故事就是王家 他知的故事 如果各位去调查局的话 可以看很完整的档案 只不过是事迹不密 事迹不密 最后郑平卢被枪决 被枪决了以后 陈立夫说他们千方百计 把他妈妈接到重庆 然后一路把他带到台湾 然后他的档案 现在放在调查局 大概有74页 74页的档案放在那边 因为我们曾经却翻阅过 他也有正式公开 然后也正式有表扬 不过呢 要培养一个女间谍 要挑选也不容易 要培养不容易 我们后面会看到 但是这个女间谍既然已经养成了 他已经出任务了 组长 如果说我们随便讲了 比如说王家之 就是汤维这个角色 他到了一半 他动了真感情 他不玩了可不可以 我不想要杀易先生了 我改变心意了可不可以 不行的 这是不归路 讲不归路是一条不归路 那本来做这一行就是一条不归路 而且多半是终身在做这一行 你现在也默默的偷偷还在做 没有 虽然已经太羞了 但是默默的还是一个种子 不是不是 只是我们对这个一直很有兴趣 所以当这一行下来的时候 当大家碰到的时候 会在经过多少年以后 大家会谈一些事情 他抱怨就是说 他一天大晚要身不由己 要欺骗自己 然后他要去周旋在这些高官里面 谎言跟真实之间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CIA的训练就是不成功的 因为其实在一个 一个这种情报人员的养成过程当中 你不断地接受训练 这些所有每一次的训练 对你来讲都是一个考核 完了要考核 那么你的心理条件是不是成熟 你的特工的技巧是不是成熟 那么特别是在 如果说要派遣任务了 派遣任务之前 至少有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是跟外界隔离的 那么其实CIA里面一定也有 所谓的女间谍 是需要一些比较美色的 这个去诱惑人家 这样子的一些训练 是不是 对 其实讲到女间谍 CIA并不是第一个有女间谍的这个情报单位 你放眼世界上目前各个国家的情报机构 包括前苏联的这个KGB也好 或者是现在英国的这个NI-5 NI-6 或者现在以色列的Mossada 这几个包括美国的CIA 还有甚至像那个 我们知道以前东德 前东德的所谓的秘密警察 叫Stassie 这几个情报单位 从以前到现在 几乎都会大量重用 这些女性的特工 女间谍 因为他们透过他们的情报单位 都流传了一句话 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让一个男人 在他的床上 跟这个美丽的女子 讲任何的事了 就是说 在床上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一个男生在一个床上 跟那个美丽的女情报员 女特工也好 就什么都招了 对 几乎都会 不小心都会泄露出来 你们男人没用啊 所以苏联的KGB呢 最有名的 以前那个 那个前苏联时代KGB 他最有名的女特工 他们的代号就叫做燕子 然后还蛮好听的 然后那个男间谍 他的那个代号就叫做乌鸦 那以前呢 其实在早期 一开始 就是最早美国南北战争时代 就有这种招收女特工了 只是到了一次大战 跟二次大战期间后 这个大量用女间谍 变成战场上必须运用的手段 尤其是德国在二次大战期间 他们曾经逮捕了一个这个女特工 然后后来逮捕了女特工之后 就给他两条路选择 第一个 你要去送去集中营 受到那个战俘集中营虐待 然后领虐而死 还是说你要到那个德国 他们为了把所有的女特工聚集起来 变成一个叫极地沙龙的地方 那个极地沙龙呢 那个沙龙讲的好听一点 好像我们美法美龙的地方 但是在二次大战 德国那个时候 柏林那个时代 它那个时候是一种妓院 风化场所的一个地方 那后来抓到了这个女特工呢 就把她派去这个极地沙龙 然后由她来主持这个沙龙的一个负责 就是我们讲难听一点 好像特种宴场所的妈妈桑 好像老宝一样 她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路 然后去那边之后 几乎都在那个地方作为情报交换 从1940年到1942年代 那二次大战期间 几乎为德国大量 从里面探群了很多军事情报 还有重要的情知 但是在1942年之后 这个地方就被英国的一个轰炸机 一枚炸弹给蹦一下 所以在那个地方曾经呢 他们在三个月内 拿到了3000卷的这个录音带 而且呢 一间平均啊 24小时平均都要接客 五个客人以上 他们大量取得了情知 后来被英国军方的一个 炸弹给轰炸 移为平地之后 他们那个大量的录音带跟情知 都在大街上随处可见 这是德国最有名运用 他这个当时女特工美人记的 最厉害的一个地方 这是德国啊 周建老师 讲到特务啊 女特务的话 大家还是马上会想到 应该是前苏联比较恐怖吧 对对 那个我想 我们念历史啊 叫做同情的了解 因为搞革命 搞情报太乏味了 所以要男生女色调剂身心 我就站在第三者立场讲 我们知道历史上 两个行业最古老 一个间谍一个仓妓 仓妓是人字边 因为古代也有男的 那女字边是歧视女性啊 那俄国我们想要这个 燕子乌鸦有来已久啊 他们请一些那个 就是宜宏院的高阶的 有经验的做现场示范的 教那些技巧 现场示范 对他们是围成一圈啊 这有一些记录 就当场在做 那另外就是他们吃了一种 有可以发出无线电的 一些这个小的药丸呢 就是正在办事的时候啊 破门 好像今天讲这个安排好的 然后可以勒索你 那通常 就仙人跳的意思吗 传统下有录音的 当然现在还有录影的设备了 就是说你大概跑不掉了 你一曝光 当然你的前途就没有了 这也算是老套 近代一直都发生的 不过如果说培养一个女间谍 我记得以前组长讲过 你们要培养一个间谍 没事要什么20年的 一个女间谍培养完 20年过去人都老了啦 那敢不如马上回来 对 嗯哼哼